大家好,这里是波波多娜 欢迎来到《自摸之路》第二期 上期出来之后 大家好像对这个系列的名字比较感兴趣 打麻将嘛 自摸 不求人 四番 有没有,没毛病吗 是不是我对这个词有什么误解 你们这么一说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 大声念这个名 上期主要是开党 要是有人开新党 或者入手FIFA2020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开出了水爷 组了个还勉强能看的阵容 拿这个队尝试了一下Squad Battle的传奇难度 对手阵容总评不上84的话 感觉还可以打 所以我就用这个主队 打两场对手总评低的传奇 再用替补阵容 打一场总评高的世界级 恢复恢复体力 大家要是替补阵容不太强的话 可以考虑这样轮换 涨分还比较快 打了两组一共八场比赛以后 我们又做了一些SBC 高级SBC给的包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开党以后 尽可能早点做 里面那个混合联赛和混合国籍都不太难做 这个视频里我把我用的球员都贴出来了 需要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可以省些上网找的时间 我做的基本都是成本价 普金400左右 闪金700左右 当然球员价格会变 如果你做的时候 有些球员涨得非常夸张的话 可以尝试用相同的联赛 或者相同的国籍的球员 替换一下 做这种不过期 成本又比较低的SBC 可以考虑提前组好概念阵容 然后等Squad Battle或者Division Rival 奖励出来一个小时以后 竞拍球员 那个时候基本都是成本价 现在Squad Battle奖励是 北京时间周一早上八点 Division Rival奖励是 周四下午三点左右 很多人奖励出来第一时间开包 然后开的球员都以最低的起拍价 挂在市场上一个小时 所以等这些挂牌快到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因为同一时间太多的球员出现了 很多球员都没有人去竞拍 这个时候就是买入球员 比较合适的时候 混合国籍和混合联赛 给了我们不少包 这一次应该不会像上期一样 让大家感觉不适 我甚感欣慰 没有让我们一夜暴富的包 但是其实我们开了很多实用的球员 英超开出了莱诺 卢克肖 中卫阿克 还有恩迪迪 身高腿长 防守很不错 当然跟大牛比动作比较慢 进攻也没什么贡献 一甲开出了坎塞洛和米兰达 米兰达一般般 但是坎塞洛达也有后卫 很稳 游戏刚开档的时候卖两万多 西甲开出了登贝莱 这么早就开出来 他有点意外 我以为需要其他巴萨球员都到场 他才会出现 五星花式 五星逆足 突破很给力 就是最后射门这一下比较随机 不过这是FIFA19 谁单刀都随机 西甲还出了孔多比亚 也是初期两万多的球员 所有数值都在73以上 一米八八 还有四星花式 简直变态 美中不足可能是防守心态偏低 两星逆足稍微差了一点 还有一个叫OK的哥们 很OK 一米九三的身高 73的速度 打后腰还是很不错的 这些球员现在在市场上 基本上都是白菜价 你们开出来估计要骂街 但是因为我们只能用自己开到的球员 这些人还是让我小澎湃了一下 我们用这些球员升级了一下阵容 主队以西甲为主 目前我们还没有好的中卫和拉莫斯搭档 所以把米兰达和坎塞洛塞进来 他俩都是七的化学 不完美 但是感觉也还可以用 中场孔多比亚加OK哥 阿托尔在这个地方完全就是为了米兰达的化学 这个阵容最大的问题就是 封线上除了登贝莱 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球员 很多时候我都会很快换上帕耶特 卢卡斯他们 二队以英超阵容为基础 门将莱诺 后防线卢克肖 斯莫林 阿克 中场主要依赖恩弟弟 前锋依靠卢卡斯 因为目前我们也没什么英超封线球员 所以我塞进来布尔图的克罗纳和埃雷拉 他们两个同俱乐部同国籍 化学比较好搭 克罗纳五星花是五星异族 带球很突出 埃雷拉一米八三 所有数值都在72以上 也算是全能中场 个人感觉这两个人的搭配还挺不错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稍微试一下 当然这个阵容问题也不少 主要是缺少一个好的中锋 好的前腰 阵容升级到这儿 我们信心大增 开始专注打传奇难度的比赛 今年的传奇不太难打 电脑最大的特点是防守不太激进 喜欢跟你的节奏 你要是加速 电脑反应超级快 相反你要是放开加速散步 甚至于把按键都放开 站在原地 电脑都不一定来抢你 大家如果发现自己打得不顺的时候 可以考虑一下放慢节奏 放开加速啊 来回倒倒脚啊 等一等电脑就会漏人 进去前多用用假射 拉球什么的 找到空当就搓射 下底传中也比较好用 具体传中的技巧 万恶万老师有讲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防守电脑的话 我有一个小心得 就是你在他接球之前 去猜他下一个可能要传球给谁 不要去抢那个马上要接球的人 你去让你的球员去拦截他的下一个传球路线 电脑传球路线被封了以后 会做出各种奇奇怪怪的动作 经常就很轻易的把球还给我们 我们这周一共打了24场比赛 都是Squad Battle 在过度自信的时候输掉了两场 但是没关系 都是上天的安排 因为是线下就不上所有的进球了 这里只加了两场拿分最高的比赛的进球基金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 22胜让我们最后拿到了47000多分 得到了金一一的奖励 这周之后我们可能就不再专门打Squad Battle了 我们转战线上 一个是现在我们阵容感觉勉强合格 想试一试线上 另一个是Squad Battle有点耗时间 想拿金一一你怎么也得打20场比赛对吧 奖励看着还行 但是我感觉掉绿不行 这次奖励就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可以升级阵容的球员 我大号拿了不少金一一 都没开出什么好球员 打Division Rival的话 可能一周十场左右 就能拿到很不错的奖励 选不可交易的话 还能让奖励翻倍 非常适合我们这种不求人的党 好 这一期我们就先到这里 大家如果希望我们继续这个系列 点个赞 如果对这个系列 或者对FIFA19有任何的想法和问题 欢迎积极留言 这里是波波多娜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